爸爸去哪儿最新一期节目几位妈妈亮相 无尊妻子没有露全脸 虽然戴着口罩 仍可以看出是个美人 无尊也夸自己老婆有气质 整期节目Nine妈妈镜头不多 主要给大家做了顿饭 很贤惠我 连英彩儿都说知道无尊为什么会娶她了 无尊在节目中还不忘撒狗粮 跟姐弟俩说 自己在澳洲读书的时候煮饭 都是妈妈帮忙切算的 节目中有游戏环节 Nine妈妈因为感冒没来参加游戏 可以看出Nine有点失落 Max也失落的望着姐姐 一共有三轮游戏 赢的人可以获得漂亮的饰品 搭配衣服 第一个游戏是滚南瓜 无尊一家获胜 获得的饰品本来是送给妈妈们的 但是Nine妈妈没来 大家就给Nine带上了 第二个游戏是乌鸦跳 四位爸爸把脚搭在一起 分别往四个方向跳 谁先拥抱到自己的阿妹 也就是孩子的妈妈 谁就获胜 第一轮邓轮获胜 第二轮无尊上场 村长说Nine妈妈没来 就在现场挑一位阿妹吧 刘更红听不下去了 就说 他要抱别的妹 这像话吗 无尊接查说 像话吗 村长 我不知道 你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殷彩儿也吐槽 现场挑一个阿妹还行 村长这是搞事情样 当然村长是开玩笑的 活跃气氛 最后当然是Nine代替妈妈了 最后一个游戏还是无尊获胜 Jasper和小炮芙的妈妈没有赢的饰品 Jasper不高兴了 殷彩儿安慰她 Nine看在眼里 就把赢得的饰品分给了他们 霍斯雁都直呼 太善良了 Nine真的是小天使 这一期节目感动多过欢笑 几个宝贝都很棒